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趁着上班前来这边偷跑一个小时玩玩 现在潮水已经快接近满潮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可以钓到哪些鱼 下竿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今天所使用的钓筑 今天是使用手竿钓鱼 所以我们准备的钓筑是 钓凑度用的浮标钓筑 做钓用的鱼饵 使用的是自制的链饵 及自制的架位吐司耳 垂钓时的诱饵是使用大鸡饰料 今天的大鸡饰料没有泡过水 所以等一下直接拿来丢就可以了 有来这边的朋友要注意 这边的堤防由于涨潮的时候会淹没 所以地面比较湿滑 来这边钓鱼的朋友 请记得穿防滑鞋或是雨鞋 这样才比较安全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边钓场的环境 前面这边看到的这片水域 这边水深不会很深 底下布满大小不一的鵝卵石 鵝卵石上也长了很多鵝阿卡 所以这边是属于比较容易挂底的地形 就因为如此 所以我才会带大鸡饰料来这边当游儿 因为大鸡饰料是属于颗粒状 丢出去雨后会迅速沉到水底 然后就会卡在底下的石头缝里面 由于大鸡饰料没有泡过水 所以卡在石头缝里的大鸡饰料 就会慢慢溶解散发出味道 产生巨鱼的效果 这边比较常见的鱼种有 乌鱼 肉仔鱼 花生鸡鱼 黑格 砂格 臭度 还有欧尬玛跟石斑等等 今天主要是来看看 有没有臭度进来 顺便测试一下新的自制链额 看看效果如何 如果效果不错的话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新的链额的制作方法 看到前面有一群小鱼冲过去 突然让我想到 这边也会有一些 掠食性的鱼类来追这些小鱼 比如说瓜瓜 金木鱼 红巢 还有青鳍跟海鳞 所以来这边钓鹿鱼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上礼拜有来这边钓过几次 由于水很浊 所以钓到的几乎都是回形啊 跟岛啊 今天水比较轻一点 所以看看有没有臭度可以钓 现在都是小鱼群在到的 虽然浮标有讯号 但是就是打不到 这些小鱼群 不外乎就是小刀啊 不然就是小只的回形啊 哎 咬了 终于被我打到了 果然是回形啊一只啊 又是回形啊 啊 真的是钓不完的回形啊 上礼拜已经钓了一堆了 可以这次花一点不一样的来给我钓吗 好了 不说回形啊了 我们来说说上次分享的这次超度必杀 上次制作的超度必杀 效果还不错 但是有朋友跟我反映 有些地方不好买到发烧油糊 虽然网路上是买得到 但是他们希望 有哪一种自制链耳 效果跟臭度必杀耳差不多 材料也方便取得 最好随便拿来就可以钓很多鱼 说点心里话 我也想要知道有什么可以随便拿来就可以钓很多鱼的东西 不过 因观众要求 我还是来试一下吧 如果好用 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新的自制链耳的做法 潮水已经慢慢淹没提防了 要随时注意潮水的状况 如果已经淹上来了 就要撤退了 都是小鱼在炒啦 看看这群小鱼 后面不知道是什么大物在追着他们跑 下次来这边钓小金鱼放流试试看 又冲过来一群小鱼了 诶 浮标好像有动静 开个放大镜来看看精彩的一瞬间 浮标擦水了 哇 公姑 哇哩咧 一定是小回行那来捣乱的 再接再立继续努力 时间也差不多了 待会就要收工去上班了 诶 又有动静了 中鱼 阿臭的啦臭的 拉力好猛 看到了 应该是乌鱼 难怪吃了那么轻 拉力还不错 但是我不想钓乌鱼诶 不要挣扎了啦 赶快起来 诶 怎么还在撑啊 诶 又往前冲了 不要走 今天纸线用的是1号 应该撑得住吧 还在撑诶 不要挣扎了啦 快起来 啊 乌鱼 啊 这只乌鱼还蛮有力的 拉到快睡着了啦 诶 好像没什么力了 诶 要起来 要起来了 哇靠 好大的痘痘 嚇死人 居然是痘痘 这么大只 哇靠 超大的痘痘啊 这么大的痘痘啊 这不是乌鱼诶 这是痘痘 鱼诶 这么大的痘痘啊 这么大的痘痘啊 超大的痘痘 蛤 对啊 这不是乌鱼啊 他没有那个啊 哦 超大的痘痘啊 好啦 放掉 哦 淘水淹上来了 差不多要收工走人了 好了 今天的钓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及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